大家好 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频道 这一次在台南花市晃一晃 那最惊喜的 最令人惊艳的 其实是这几种兰花 那你可以看这颗兰花呢 有没有感觉很熟悉 那有人就会说 这是石湖兰 这是石湖兰的一种品种 不过不过最有趣的其实是说 这个石湖兰是春石湖兰 那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11月份了 现在是冬天 那冬天有春石湖兰 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状况 非常非常让你觉得 怎么会这样子 季节完全不对 那其实你看这个春石湖兰 现在目前开 不没有开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有开 这个是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 这也是吹花吹出来的 我老板老板好像是原本是放在 不知道是放在山上还是放在温室里面 然后拉出来以后 因为现在的天气有点热 对不对 所以从低温 直接转到现在的温度以后 他就认为说现在是春天了 所以就开花了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就是他认为错季节了 以为现在是春天 所以在秋算 现在应该是算快立冬了 所以快到冬天了 那竟然有春石湖兰的花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简单的说让植物完全误判了现在的季节 这个其实是非常有趣的 你就知道说兰花其实可以用很多东西去做调节吧 你可以这样讲 季节温度光线都有可能做调节 那因为现在慢慢进入到太阳比较短 晚上比较长的状况下 它有可能是因为这样跟气温的关系 误判说现在是已经进入到的秋冬 以为进入到的春天 这个是最有趣的 简单来说 它是春石湖兰系列 但是却开在秋天接近冬天的时候 那现在这个温度其实降低的时候 对它的花期有一个好处 花期可能会比较长一点 但是今年的秋冬其实蛮热的 其实相对而言 温度比较高 那这个可能在调节的时候 要刚刚好有这种高温的状态下 简单的说 它原本在比较偏低温的状态 那突然遇到的比较偏中高温的时候 以为是慢慢进入到夏季 所以开始打花苞 那这个真的是蛮运气运气的 但是听老板娘说 这个整批都是这样 简单的说 它的状况是一批整批都是这样 而且还开得不错 那所以呢 这个春时乎兰呢 就有点认为 现在应该是慢慢进入到夏天的季节 反而反而它觉得说 现在不是进入到冬天 照理说 现在这个春时乎兰 标准的春时乎兰 现在慢慢开始要掉液 照花絮而言 它慢慢要掉液 慢慢要储存养分 慢慢要开始准备要 开始准备要过冬了 那这一批呢 其实听说是出口剩下的 然后反正就是把它拉出来以后 就发现说 它开始开花了 反而进入到11月的花期 这个真的是跟一般的花季 完全的不相干 不相干 这个是蛮有趣的现象 那所以呢 是不是未来春时乎兰 都可以这样操作呢 其实有时候可能要看一下 现在的温度 那不过这个就是 跟那个这个时节 完全没有相关的花期 有时候这种兰花 就是在这个时节 不相关的花 它花期有时候比较短 那我们看一下这一颗 这颗呢 如果你对春时乎兰 有基本的印象的话 你也知道说 这一颗一样是春天的春时乎兰 有一个很知名的名称 叫中国娃娃 那这颗我也有种了 那这个也开错季节了 一样跟前面那一颗 白色的春时乎兰一样 这个也是属于 大概要到四五月 它还不是很早期开的春时乎兰 它是偏比较偏四五月开的 那这个春时乎兰 现在也开了 对 你就会发现说 这个季节完全不一样 现在应该就是 比较接近冬天的时候 但是有春时乎兰 就完全跟它的季节是相反的 你可以这样讲 但是这个也是因为 跟前面那个一样 是属于催花的结果 中国娃娃算是一个很经典的花 你可以看它的 它的学名是长这样子 那它的花色 我觉得很漂亮 所以我有种了一颗 那但是我后来 有不小心把本株种死 被淋雨淋死 但是我高雅有活下来 那这一类型的兰花 其实很会开 而且开起来 我觉得很漂亮 那比较有趣 还是一样 它开错季节的 现在不是中国的季节 所以你会觉得说 怎么会开在这个季节 这个也就是 跟前一批 那一批的白色的春时乎兰一样 原本也是放在 比较低温的地方 那我是没有问说 它放在哪 应该是放在山上 大部分有些兰花 把它放在阿里山上 或是比较偏山上的地方 那因为它的温度比较低 那突然把它拉到平地以后 它就会觉得 温度变高了 所以变成高温的状态下 那就会以为是从冬天 进入到了春天 那这个时候 就会产生开花的现象 不过通常花 不会那么的齐全 不会开到满满满都是 有时候你看这样 就是开的 不是这么的满 不过呢 就是开错季节了 11月份照理说 照理说是不会有 这个兰花在开的 因为它的花季的关系 不过如果有机会 你要养春时乎兰 我还是蛮推荐这一颗的 中国花非常漂亮 而且它的颜色呢 其实有些个体 非常的好看 还是会有略略差异性 而且它可以开得 非常的满 它的花可以开得 满满满都是 那当然如果你的 种植技术很好的花呢 它可以种得还蛮粗大的 每年到了大概四五月份的时候 如果有机会 你可以去田尾看 春时乎兰的话呢 你就会知道说 它的季节大概在 维持在四五月份左右 那时候满满满在田尾 都会是春时乎兰 有各式各样的品种 有很多改良性的品种 很漂亮 所以这个呢 其实就是开错花的时间 所以我这一次在田尾 这一次在台南花市 比较特别是看到这两个 一个是白色的花 一个是这个东西 就是中国花 这两个的花季 完全就不是这时候 那开在这时候 就是算是偶然所吹出来的花 你可以这样讲 那照理说啦 现在开花 进入到了冬季 它的花期会久一些 因为温度越低 它的代谢越慢 花呢 温度越高 它代谢越快 它开的时间就没有这么久 所以还是要跟它的时间 是很有关系的 好 现在慢慢进入到花季了 花期有机会呢 可以出来晃晃看看 现在慢慢越来越多花会出 所以今年 虽然今年真的是热很多 今天你看到11月份 南部还是有到快30度的温度 真的是炎热 好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见 如果喜欢频道 请记得订阅跟分享我们 我们下次见 拜拜